1982年3月23日,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同志进入了23号大门,他们对着居住在23号的老夫人宣布撤销其汉奸身份的决定,这位老人当即热泪盈眶,她终于洗刷了背负43年的汉奸骂名。 不过,这位老夫人却在1982年12月5日因不能忍受病痛折磨,而选择服用过量安眠药提前结束生命。 这位老夫人究竟是谁?她又有着怎样的故事? 老夫人名叫关露,早在民国时期,她就是与张爱玲、丁玲等人相提并论的大才女。 关露原名胡寿梅,笔名关露、孟英。她于1907年7月出生在山西幼豫县的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族。 其父其母分别于1915年和1923年去世,年仅16岁的关露只好带着14岁的妹妹胡秀峰以及外婆,先后去长沙和南京投奔表舅和二姨。 此年,外婆和二姨准备包办关露的婚姻,却遭到了当事人的反对。 1925年,关露带着妹妹来到了上海,她在刘道恒的帮助下,先后在上海法科大学中央大学文学系读书。 在读书期间,关露认识了欧阳山和张天忆等作家。 1931年,关露因参加进步活动,在毕业前六个月被学校劝退,她只好去担任《新诗歌》的编辑。 此年,关露先后加入妇女抗日反帝同盟、中国共产党以及左翼作家联盟。 1939年,正在创作新旧时代的关露,接收到了组织派给她的任务,打入汪伟特务机关76号并策反特工头子李世群。 关露在想到自己将要成为文化汉奸后百感交集,不过他更清楚党员就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。 关露和李世群相识于左翼,李世群还曾让她免遭特务抓捕。 关露的妹妹胡秀峰和妹夫李建华还对李世群有过救命之恩,组织本想让胡秀峰执行潜伏任务, 可是考虑到身在重庆的胡秀峰工作繁忙,就让关露代替她。 1940年元旦刚过,关露就给李世群打了电话,其夫人叶吉青接到了电话。 关露向叶吉青表示,自己已失业,不知道还能不能担任李世群的英文秘书。 此日,李世群就派了心腹吴四宝,将关露接到了76号总部。 在李世群和叶吉青的陪同下,关露参观了76号以及关押中统、军统特务的地方。 当晚,李世群就邀请关露一起返奖,关露以失业为由拒绝了。 李世群表示,只要关露常来76号,就每月给其200元生活费。 为了不暴露身份,关露只得同意,她每个月去两次76号,更多的时候是陪叶吉青娱乐。 1941年夏天,关露连着两个月没去76号,却还是收到了工资。 而且她得知了,李世群早已知道她和妹妹的真实身份,也知道她是潘汉年派来的。 不过,她因为恨蒋介石,才想连贡返奖。 此后,李世群就故意给关露透露一些日伪军的重要情报。 即使陪叶吉青娱乐时,关露也能获得情报,并及时汇报给潘汉年。 1941年秋天,李世群向关露表示自己想见潘汉年一面。 关露则将李世群的所作所为写了一份报告,交给了潘汉年。 她在信中表示,李世群愿与共产党合作。 也正是这封信为日后潘汉年和李世群见面奠定了基础。 1942年2月,潘汉年来到上海找到关露,告诉他可以撤离76号了。 而且,潘汉年还在关露的帮助下,于三日后见到了李世群。 李世群为了表达合作诚意,向潘汉年透露了日伪军对新四军的扫荡情报, 还向我军提供了一批药品。 1942年春,关露在组织的安排下潜入日本女生杂志社刺探情报。 她在执行任务期间,多次宣传积极思想,还撰写了很多关于妇女问题方面的文章。 1943年8月,关露奉命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主办的文化侵略活动。 关露在活动结束后,被国内媒体贴上了汉奸的标签。 关露很委屈,不过为了保密,她从没有解释过。 她曾向组织请示回到延安解放区,可是组织仍希望她继续执行任务。 其实,早在76号执行任务期间,关露就因为汉奸而被朋友鄙视。 当年,她公然参加日本举办的活动,更是坐实了汉奸之名。 日本投降后,关露就被列在蒋介石发起的除奸运动名单中。 好在有我党地下党员中前的帮助,她才躲过一劫。 然而,关露却在去我军阵地的途中受到了很多辱骂,甚至还被关进了小黑屋审查。 深受刺激的她还大病一场。 接着,关露又因汉奸身份被恋人王炳南分手。 这个身份也致使她终身为嫁。 之后,关露在妹妹的帮助下与组织恢复了联系。 建国后,她被安排到中国铁路总工会进行文学创作。 1982年3月,关露终于被平反。 同年12月5日,她因病去世,结束了传奇一生。